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县府细修道路规划之后 土地征收案就会送中央审查 进入公益性及必要性评估 牛泊延档三十多年 竹科三期计划 上周五进内政部 都委会专案小组出审通过 终于向前推进 将进入土地征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评估程序 这次带来一个非常令大家兴奋的消息 也就是我们桃竹苗大溪谷计划 又往前推进一步 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 开发的面积 计划的面积是453公顷 我们驱散征收的面积297公顷 对于内部的一些规划 还要做一些调整 我想这些都是最主要的 都是在道路的开辟方面 我们要把道路的宽度变得更宽 科三计划宪服108年提报内政部 已开过四次部都委会展览会议 这次第五次终于有共识 整个计划453公顷 驱断征收面积297公顷 目前要进行区域交通网络调整 新增社福设施用地 及久墓地驱断征收等 再把土征规划案提送中央审查 等通过就可提报都记会 加快开发进程 审查通过之后 我们整个科三计划 就会提报到都市基地委员会的大会 来审查 审查通过之后 我们就可以启动后面的土地茶菇咒业 以及开发施工的这个咒业 我想这是一个很令大家振奋的消息 也对我们竹科的产业发展 以及我们竹东镇的发展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 出审会中讨论主要道路加宽到40米 科三对产业和竹东发展都至关重要 县政五件之一 正式纳入桃竹苗大矽谷计划 全力推动促进科技业和地方发展 来看到山城救命线 这是台中东风快速道路 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引颈期盼的重大建设 第三标工程进度超前来到了21.9% 那么断桥的画面就要说再见了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晨 邀请了相关单位道场会刊 立平118年全线通车 给居民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突兀的断桥画面要说再见了 山城救命线东市风源生活快速道路 历经停工后又复工 地方应期盼第三标工程 进度来到21.9%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晨 今天邀相关单位道场会刊 大台中地区的高速路网的最后一块评图 就是我们的东风快 能不能够顺利的这个完工 那完工以后呢 整个大台中的路网相对就会比现在来的完整 所以东风快的进度是这一切的关键 那预算也在今年全部通通底定 山城生命线东风快速道路全长9.6公里 共分为五个标 其中第四第五标早已完工 而这次复工关键第三标主要工程 包含景机开挖全套管机桩 以及全主式施工围离设置等进度超前 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几 那它的柱头堡 我们的看到的桥下的不管是景机 或者是我们的直接基础 已经有好几吨柱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持续的掌握这样的一个进度 我相信在高品质还有相关进度管控下 我们会朝着在一百一十五年 我们让我们的第三地四标 在大甲溪上的这一个桥梁的断面 能够跟我们此刚这个地方来写接 串联风源与山城地区现场可以看到 基庄和敦住都已经长出来了 东风快速道路能疏解台三线交通负荷改善山城交通瓶颈 同时扮演医疗护送活络地方经济的重要角色 工程预计一百一十五年完工先行通车 此外衔接新设一二九线也备受关注 新设联络到去年提出来之后市府非常的积极 现在可行性比估年底会完成 经费部分我们会再来跟内政部争取 在此刚的交流道我们也除了做好衔接之外 也考虑了以后往一二九线整个去做一个 联络到的一个价值 另外在我们的风源端 我们也一定会将我们的立交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一标 同时间来同步来完成 我们要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排除万南中央地方携手 完成大山城地区快速路往最后一里路 要翻转交通产业经济 给居民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桃圆市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在大环境缺工之下 要提前完工实属不易 那么桃圆市长张胜正在市政会议盘点了 提前完工的建设 包含有捷运绿线机房 还有盛梅皮北机场进度 更督促桃美馆的这个工程 务必要在2026年完工 捷运绿线是桃圆市政府第一条 自主办理的捷运工程 民众都在紧盯进度 主线段目前预计2030年 十月通车 G13站到G32站 力拼2026年八月通车 向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 捷运绿线车站机房 进度超前预计7月可让厂商 接收机房进驻机电设备 比原先骑程提早三个月 我们的捷工局督促我们的业者 也是全面所有的这些捷运车站 绿线捷运车站 全面赶工 所以一方面就是施工的这个面 以前可能是一个一个车站 或是几个车站一次 现在是所有车站积极地在砍工 另外一方面就是输出我们草商 能够尽量投入更多的资源 包括你在吊装设备的时候 这些吊装的设备 工人的工班 或是所有这些 譬如说难免需要这些模板 跟支撑等等 这些都加大投入的规模 同时捷运绿线北机场 位在卢竹区的肾煤皮 进度也超前 捷工局在八个月完成15公顷整地 去年五月让厂商进驻 张善镇除了盘点提前完工的建设 更督促陶美馆 务必在后年完工 那么我们有一个儿童美术馆 能够完成的一个绩效 我们觉得说吃了一个定心丸 但是还有很大挑战 就是这个陶渊美术馆 我相信我们公务局 最近我们其实一直开会在度数进度 我相信公务局在原来这个 丁石城丁品质机制之下 也会设法努力去完成后年 让陶渊美术馆能够启用的目标 陶渊市基础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即便在大环境缺工的影响下 还是力拼工程进度提前完工 地震一直摇步停 苗栗县政府盘点建物安全 4月3号大地震到现在是已经接获了 有13栋建筑物 疑似是有结构安全的疑虑 但是经过勘察之后 幸好都还没有达到列管红黄单的一个标准 那么县长是呼吁民众多留心 并且鼓励善用老屋建检补助 来确保住宅安全 4月3号花莲大地震气机 余震不断 苗栗县传出多处建物瓷砖天花板掉落灾情 现负接获民众反映 建筑物疑似有结构安全疑虑 包含头粪 竹南 铜锣等地 勘察了13栋建筑物 幸好没有达到列管红单 黄单标准 我们看见的结果都没有列红黄单的必要 所以这部分也呼吁民众要继续的 所有权人要继续的对自己的一个房屋 要持续去管理它的 比如说磁砖的掉落 或者有这个海沙屋的问题 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也可以通知我们政府单位 可以随时的来做协助的看见 余震不断 县长强调会全力协助民众防灾 做好相关安全工作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你可以提出来 让县府来协助你们渐渐 如果有需要加一步的处理 我们再来这个大家在共商大计 当然现在这个围老都更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竹南投奔地区 都会区应该很比较有机会去促成 因为现在地价也比较贵 那当然尤其是这个最近地震真的非常的频繁 还是希望我们相信注意自己的安全 同时今年县府持续推动老屋渐渐补助计划 提供都市计划区内合法私有住宅建筑申请 办理耐震能力评估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申请 这个补助一直都没有来申请 当然就是我没有做呼吁 但是民众可能觉得 因为这个政府补助的经费不是那么多 自己还要做配合 但我觉得耐震出强品 其实30年到50年在中间的房子 如果你们要继续住的话 我建议就是还是需要来提计划 工商处强调渐渐评估结果供民众自行参考 县府并不会公开 如有安全疑虑可作为后续办理补强 及都市更新的参考依据 欢迎踊跃申请 为自由住宅提高耐震力 的确7.2大地震之后 这雨震不断 要有人甚至出现有失眠的现象 真的是震到心好累 那么根据统计 台中市身心科初诊病患增加了有一成 医师是表现会出现焦虑头晕 可能这都是假性地震症候群 建议调整呼吸补充美来稳定情绪 上班到一半突然天摇地动 4月3号大地震后全台余震不断 你也被震到心累了吗 觉得蛮恐怖因为也很久没有这样这么大的地震了 咬很多次的时候就几乎整晚都没睡 有事没事就觉得在咬 4月3号地震之后 我们其实门诊的病人数有明显的变多了 大概有增加了快一成左右 那其实一些老病人好像也是因为地震有受到一些影响 变得比较失眠更严重 像我前两天就看了一个 它最主要是之前921地震的时候有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次地震好像让它变得更害怕 震个不停加上不断播送的灾情画面 让人出现焦虑忧郁 专注力下降甚至头晕等现象 已是表示有这些症状 可能就是假性地震症候群 因为地震的时候 它可能是影响到我们这个平衡的状况 我们的平衡是跟我们的内耳的前庭平衡的功能有关系 那可能它这个造成我们的平衡出了问题 所以地震没有来 它也会觉得在晕 以示建议 若出现长期失眠或是一整天感到恐慌 可以透过身心科药物控制或是心理滋伤 而摄取含有美成分的食物也有助于肌肉放松 例如深绿色叶菜类 坚果 鱼类 海带 酪梨 香蕉 巧克力等 另外 透过目视远方做伸展 瑜伽 调整呼吸 也有助于稳定心情 用鼻子吸气 慢慢吸 对 然后再用嘴巴吐气 慢慢吐气 深呼吸再吐气 稳定紧张的情绪 避免自己吓自己才能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阿公确诊了失之症 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 四月童花季不少游客都会到客庄来浪漫赏童 但是热门点新竹县关西镇 牛兰河清水步道 最近却被发现了漂浮了白色的泡沫 成了泡泡河 而且还散发出了油臭味 环保局采样检测 但是这水质是没有异常的 研判可能是家庭生活无水排放导致 泡泡汇集在河湮出水口 也飘散一百米长河道 还有油花在岸边漂浮 牛兰河是关西镇重要观光景点 不少人来见走看到 更闻到油臭味 在假日的时候 突然有大量的泡沫水线 而且它是在我们东安桥下面的 一个水池里面 有大量的泡沫 那这个泡沫有很浓厚的汽油味 那我们发现它是从桥旁边的一个水沟的排水口 那边下来的一个东西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已经开始进入梅雨季了 梅雨季我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多多注意观察我们的河流 不要让不法的厂商趁着梅雨季的时候 来进行偷牌的情况 童花季游客纷纷来客装赏花 加上河岸花旗目盛开 建走和古迹巡礼走毒都在清水步道进行 牛兰河成了泡泡河 由于曾发生过桃源沸水污染牛兰河事件 正公所立即通报环保局积查 PH值为6.95正常值 水中需氧量分析无明显异常 沿路寒管灌溉沟也没有排放污染痕迹 我们也请新竹县环保局跟桃源市政府的环保局 来共同集合 那经过现场采样呢 那化验的结果 原则上并没有很大的污染 那两个环保局单位都怀疑是我们生活家庭污水造成的 环境署跟我们新竹县政府下水道科 都很重视我们关系水污染的问题 那现在正在着手规划我们的关系的污水下水道的系统 那目前进度到其中报告的阶段 推估白色泡沫是家庭生活污水导致 全镇下水道建置不够完整 考量是凤山溪水源头 县府已初步汉镇公所现刊讨论建污水处理厂 要让废水不再污染家园环境 迎接AI浪潮台中市议员林浩又质疑 行政院日前发布所属机关使用生成AI参考指引 市府是否有跟进呢 而研考会为了要提高1999市民专线服务的效率以及品质 已经示办AI生成 目标是提供全方位的智能化物服务 播出电话发送邮件陈勤 询问各项以难杂症 对政府机关来说工作量可不少 现在市政团队这么大 业务量这么大 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效能 经济能人力 那AI浪潮其实就是可以引以为借境的一个方式 副市长有什么看法吗 我们大概有先做了一些内部的训练 那有一些机关他已经把一些 也像很多的民众他会透过电话 透过这个文字来做一些相关服务的询问 或者是意见的反应 诚勤等等 那其实透过像刚刚您讲的 CHET GBT等等的一些工具的运用 有些机关他已经是让他用这样一个方式 就减少公务人力的一个负荷 百公百业迈向AI浪潮 议事堂上市议员林浩佑就提出 行政院日前发布所属机关使用生成AI参考指引 透过AI生成来协助处理公务服务提升量能 台中市府是否有跟进 而研考会为了提高1999市民专线服务效率及品质 以着手规划并结合重要市政活动 示范导入生成式的AI 以及全方位智能化物服务 所以台中市也会去用这个工具吗 有 有在 有在渐渐的导入 那有没有属于台中市的规范 目前 据我所知数位制服务局有在做 根据行政院这些相关的指引 他有在做一个规划 所以请我们研考会主委回答一下 这个还没有对外公布 但是 有在进行中 有在进行中 就是针对1999市民专线的部分 要导入AI AI浪潮之下 不外乎就是辅助业务推动 精简人力 降低成本 更要提供市民更好的服务品质 凯开案是全国在关注 那么儿福联盟的确是难辞其咎 那么台中市议员周永宏在议事堂上表示 儿盟近5年 一共是取得了台中市社会局39件 近6000万的标案 要求社会局加强督导以及访试 同时针对社工保姆的身心健康 不能轻忽要有完善的陪陶 密密麻麻的表格显示 儿福联盟在台中市 从108年起 共得标39案 光是我们113年纪年 就有1000多万 换句话这几年从卢市长到现在 有5800多万的标案 是给我们的儿福联盟 所有拿到标案的这些保姆等等 我们社工有没有去访试 市政府我们所需要安置的 像一些家暴儿童 那我们有需要出养 那这个还没办出养 当然出养我们要跟儿福联盟合作 但是还没有办出养之前 这些孩子事实上是由我们来安置在我们必要的保姆家 或者是这个儿少机构里面 所以这个我们并没有委托给儿福联盟 跟凯凯案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日前台北凯凯案是儿福联盟多面向失责所造成的悲剧 引起社会哗然 市议员周永宏表示 儿盟近5年共取得台中市社会局39件 高达5847万的标案 包含单独承接儿少收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务等多项计划 要求社会局应全面的检视儿福联盟 督导记录并安排社工加强访式保姆 他们是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 做社会资源 结果他们却没有人来做他们的资源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社会局台中市对于我们的保姆 这种心理资源支持系统 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们还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协力圈 那协力圈就是有比较资深的保姆 或者是说他照顾过各式各样孩子的保姆 然后他愿意在这个协力圈里面扮演支持的角色 我们应该作为我们第一线社工人员的 资源系统的最主要的后盾 也作为我们保姆的资源系统最主要后盾 所以我希望在下个会期 也就是明年度的预算里面 我能够看到我们社会局有针对这个部分 提出清楚的明确的专案 乃至于自治条例 乃至于我们的预算 社工保姆身心健康也是社会安全网重要的一环 市议员也要求社会局提出照顾福利 明确配套措施 甚至明确列入法条 用行动力支持社工 桃圆市寒暑假期间推动爱心午餐 目前每天是补助60元 协助经济弱势的学童 那么市议员陈伟业呼吁 向台中还有台南来看齐 调高成65元 另外市议员林振行也建议 国中小免费养午餐 补助上限再提高 照顾低收入户等经济弱势学童 桃圆市教育局每年寒暑假推动爱心午餐 让学生可以到便利商店等爱心店家兑换午餐 市议会定期会上议员陈伟业呼吁 比照台中台南调高成补助65元 对此教育局局长刘仲成回应 去年已将爱心午餐补助 由每天50元调高到60元 受惠学生和配合店家反应都很好 会在眼里是否调高 另外议员林振贤指出 提供给国中小的免费营养午餐 也要随着物价指数调整 现在物价不断的上涨 那我们的营养午餐的费用 应该随着消费物价调的 市区应该固定每年30元几次 像我们现在是48元 但我想14元一样 但我们是不是要低运度 13元是不是要好 我先去做报告 我们原来是45元 那市长去年在黑中 每年5月30元的时候 我们在去年 这样就可以接着挑战三块 所以要最有不同的事情 大家可以 那现在要不断这么长 如果要多少块 教局表示推动国中小营养午餐 免费政策有高达九成以上的满意度 持续开发食谱 设计更营养的菜单 从11020年度开始 午餐费每餐补助上限调高到48元 是否再调高将会妥善评估 近期食安风暴是一起又一起 加上正值诺罗 还有肠病毒的耗发季节 为了确保校园的食安 新北市教育局是寄出了新的规定 餐饮相关人员 一旦有疑似诺罗 或者是肠病毒的情况之后 要等到这个症状解除 至少得要有48小时之后 才能再回到餐厨的环境来工作 就是为了要确保校园的食安 加强校园食材卫生把关 新北市教育局强调 校园食安首先应该做好 个人健康自主管理 如果有腹泻等不适的症状出现 应该要尽速就医 而各学校落实每天各项餐食 自主查核 并且还要按照时间 回报新北市食安智慧监控中心 新北市是率全国之先 能够成立全国第一个 校园食品安全监测中心 校园食安的监测中心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有系统的来控管 整个校园的食品安全 那当然第一个 其实最近就是很多肠胃型 或是诺罗病毒 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一个 卫生习惯的自主健康管理 最重要 这个是第一步 我们每一个人照顾好 自己的健康 生病不上学 然后也不把病毒传染给同学 另外自立午餐学校 还有团善制作业者 在制作餐食时 各项食材应该要确实的 溯源验收 确保新鲜还有效期 掌握先进先出为原则 确保营养午餐品质符合安全 每一天相关的我们的采样跟流样 而且送检 我们就是把相关的一个食品 只要制作完成 我们都会流样 而且会在由我们的全新北的 校园食品监控中心 食安的监控中心来做检测 如果说后续的追踪 透过这样的一个流样的方式 是可以追踪到源头 面对气温变化大 餐食卫生保存应该更加严格谨慎 除了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 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现在又加上新北市自立午餐的作业规定 务必要让校园食安零风险 在1966的协助 从富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我就跟我的孩子去庆祝了哦 这期新闻先带您看到 桃园捷域绿县位在了巴德区 借售路一段的G05车站 将会在29号的夜间要调整施工 为离道道路的两侧 那么后续将会迁移公车站牌 并且禁止部分路段左转 捷工局就提醒驾驶人留意改道 避免影响到了通勤的时间 桃园捷域绿线正如火如荼赶工中 预计2026年通车 其中为在巴德区借售路一段G05车站 预计29号夜间调整施工 为离道道路的两侧 届时将影响车辆进出的路线 除了借售路一段工区范围禁止左转 中永细街的公车站牌 也将配合迁移提醒用路人留意 借售路这一段的路段 那现在目前是四周到通风口 就是刚好它的结构是在借售路的下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中间的车道 把它做一个调整 那这调整完以后呢 原来前面的车道会是双向各四车道 捷域绿线开工至今已有五年的时间 当地民众反映 由于捷域施工道路的缩减 时常有大卡车弹图方便 随意临停店门口 间接影响生意 期盼是否能够加快施工脚步 主要是有时候大车可能会借停在门口 但不长啊 就只有几天而已 因为可能前面在坐捷运 所以他们就会骑过头找不到店家 捷工局补充 施工期间为了保持道路畅通 将调整道路管制区域 路上也会有提醒的标志 提醒右路人听从易交的人员指挥 减速慢行 也可多加利用替代道路改道通行 肠病毒进入了流行期 台中卫生局统计呢 三月底到四月初 这单周通报是超过有1000人次 是去年的两倍 而同步医师表示了 感染之后大部分会引起烟霞炎 或者是手足口病 要注意水分营养的补充 尤其能五岁以下为重症的高危险群 不可不慎 孩子出门口罩不再戴紧紧 然而四月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今年疫情升温 感染数倍增 今年的肠病毒 比去年同期有显著的增加 将近要两倍的感染率 像去年三月底四月初 大概每一周大概有500多人 但是今年的话增加到1000人左右 肠病毒确诊数翻倍 而根据统计 过去五年未有大规模爆发 疫情期间口罩戴紧紧 感染率降低 如今脱掉口罩 病毒也强势回归 医师表示 今年流行的病毒种类 以克杀其A型占多数 主要会导致炮枕性烟霞炎 以及手足口病 家众宝贝出现这些症状 就要留意 一般来讲是嘴巴后院部 会有一些小小的溃疡的情况 会嘴巴会很痛 那第二个就是手足 这边会有一些小小水泡 看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像水痘 但是它又不是水痘 它位置是比较接近手掌或脚掌的地方 那不过这变化症大部分都很少 就是嘴巴破 它只要用一点凉的流质的东西 让它吃补充一点水分 大概两三天之后 大部分都可以恢复 肠病毒虽然成人也可能会被感染 但大约四到十天就会好转 然而五岁以下的孩子就要小心了 若有脱水症状 要尽速就医 四十小朋友大概两三岁左右 其实是比较麻烦 因为那时候他的体重比较小 只要一点点不吃 一点点脱水 他症状就会很严重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疫苗的生产 最主要是对七十一型的 对于别的类似的肠病毒 也有部分的保护效果 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民众 如果幼儿体弱多病的话 是可以考虑来做这个 肠病毒疫苗的注射 除了勤洗手 卫生局提醒也可以打疫苗 加强幼童的保护力 对抗这波来势汹汹的肠病毒 打疫苗能够降低重症几率 新竹县去年65岁以上 50到64岁 新冠HBB疫苗的接种率 都名列了县市的前三名 获得卫福部般发接种卓越奖 以及优良奖 享誓世界免疫州 卫生所也加开了接种的时段 鼓励民众来补打增强保护力 卫生局长殷东城 把荣耀献给新竹县 县府防疫有功 获卫福部COVID-19疫苗接种奖励 拿下卓越奖优良奖 以及接种资料回报 机优殊荣 卫生局在COVID-19疫苗接种的计划里面 我们得到了卓越奖跟优良奖 两个奖项 我想卫生局在英居上的领导之下 在疫苗的施打部分做得非常好 而且这个计划非常缜密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乡亲朋友 还能继续来打 尤其是世界疫苗周 那我们是定在4月24号到4月30号 这一个礼拜 欢迎乡亲朋友 赶快的踊跃的来施打这个疫苗 评比去年截至12月31号 逐线65岁以上长者 新冠SBB疫苗平均接种率11.2% 50到64岁接种率3.9% 两个年龄层接种成效 都获得县市前三名 响应4月24到4月30号 世界免疫州 卫生局鼓励全民大力补种 全县65岁以上 符合接种第二剂SBB的 有1.1万人 提醒还没打的竞速完成 施打的疫苗 我们从去年9月26号就有第一剂 那这个疫苗是有 Normavix跟莫德纳两种 都可以用民众来选择 那我们现在规划的就是开始要打第二剂 就是说你在加打这一剂 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接种第二剂可提高保护力 4月23到4月30号 全县卫生局社区接种站有17场次 加开时段 长者及免疫力低的 补打疫苗才能保健康 原住民恢复传统姓名将近有30年 那么新竹县坚石乡 有135人用的是传统的姓名 另外168人则是并列汉名 相公所全国首创要号召百人来登记申请 召回自己的名字 也举办了文化特展 能够更清楚来了解正名的历程 举起鼓棒敲打 泰雅长辈节奏画一铿锵有力 展现不老活力 金石乡启动回复传统姓名与更正活动 号召百人响应 回归原住民民旨的有130几位 近日一起来并列我们原住民民旨 也有168位 超过300位的乡民 已经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今天的记者会开始 一直到5月31号 来继续来号召我们的乡亲 能够再超过百人以上 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 从1995年通过姓名条例后 全乡至今有135人恢复传统姓名 168人将汉名和传统姓名并列 共超过300人 相公所全国首创号召百人登记申请 要找回自己的名字 传承传统与文化 也举办特展列出三种标示姓名方式 更能牵触罗马拼音的传统姓名与汉名并列 不影响护照等证明文件 不需要额外更换 不管在部落乡 我们办了很多场次 但是唯一去响应 那国家包括原民会 推动这样政策的 就只有我们坚持下 希望说未来我们新生儿补助 到公所来申请新生儿的 这个奖金的时候 也能够来一起鼓励它 让自己的孩子也有自己的原住民名字 5月底前参加恢复姓名与更正活动 还能拿到精美小礼 相公所也鼓励 在新生儿领取生育今天时 就将传统姓名一起登记 从小提升自我认同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来看到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 国立联合大学在六月毕业季之前 盛大办理了校园真才博览会 吸引了133家的厂商来涉滩 提供超过有3000个职缺 那目前呢 社会正面临缺工的时代 那么厂观学界 见此来合力创造便利求职就业的环境 国立联合大学校园真才博览会 在毕业前召开 学校 县政府与企业共同合力拼图 提早帮助学生顺利找到工作 展开人生新里程 每个同学有每个同学的选择 那我想呢 在联合大学学生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联合大学的学生听话 然后呢 又这个肯做 很多那个企业的高级 这个高级的管理人才 甚至是企业主 很多都会自动介绍说 我是联合大学毕业的 这个频率还蛮高的 因为他知道 这个联大也是苗栗的最高学府 那今天有那么多的企业来征才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也希望同学 这个人生第一份工作 非常的重要 会带给你这个 对职场的经验 我们应届毕业生的同学 可以到我们就业中心去 其实上我们提供了 群职的奖励 还有刚刚讲的 就业稳定的津贴 最高4.5万 就是说你应届毕业生 就一生就一次 另外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 排除很多 亲人朋友 这样子跨越就业的困难 那其实上我们有求职的津贴 协助青年就业 现场吸引133家厂商设摊 提供超过3000个职缺 包含制造业 电子资讯 房产服务等各领域 都要找人才 每个摊位都提供最佳福利待遇 来吸引学生 联合大学有我们蛮多 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才 所以也谢谢学校的这次机会 邀请我们来 一起来校园争贞 准备踏入劳动市场 学生们对于未来工作环境 充满期许 职场人和也是考虑重点 我觉得是工作氛围吧 因为我觉得好的环境 才让我想要在里面工作 就是高薪 然后那个工作压力 不要太多 然后而且 公共环境很好就好了 我觉得都OK了 我觉得环境很重要 包含那个人际之间的相处 然后当然薪水也是年轻人 现在这个主要的考量 透过真材活动 让学生与厂商面对面交流 联大校友总会鼓励求职学生 展现解决问题能力 创造力和执行力 作为求取工作的踏脚石 为了欢庆五一劳动节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 七场精彩的系列活动 不仅有结合了趣味竞赛的剑走 还有模范劳工表扬 大型真材 以及针对生长朋友所举办的创意市集 和主题音乐会等等 邀请劳工朋友一起来欢度劳动佳节 在活力四射的啦啦队表演中 为高雄市五一劳动节系列活动 揭开序幕 市府劳工局今年规划七场精彩活动 除了邀请劳工朋友一起见走同乐 还有针对劳工安全的论坛及转世活动 以及模范劳工既基优工会表扬 也邀请模范劳工一起放松看电影 在4月29号的时候 我们邀请这些模范劳工 还有他的家属到我们的仕途总管的喜乐影城 去欣赏一部由我们魏德胜在去年 也在我们高雄在地拍摄的一个 一部电影VIG 同时也藉由电影里面各种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挫折辛苦 所承担然后突破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藉由这个电影来彼此的勉励互相的激励 职业安全一直是我们劳工朋友最大的权益 因为给他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保重他的生命安全跟他的身体健康 这是最大的权益 所以我们在426配合世界安全日 我们有一个治安讲座跟健康服务的展示活动 427针对我们辛苦奉献自己心力的优良劳工 一个模范劳工的表扬 此外5月4号将以劳工大学为主题 以市级摊位讲座和体验工坊 让民众可以更认识劳工大学 今年也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合作 办理大型真才活动 压轴登场的则是针对生长朋友所举办的 创意市级主题音乐会活动 5月25号在爱河之心 办理一个生性障碍者创意市集 及主题音乐会 就是让生性障碍者能够有多方面的才艺 受到一些社会的肯定 当然也促进他们一些的行销的管道 音乐会就是让他们生性障碍者也有特殊才艺的 能够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也希望能够比如说工会 或者说尾牙春节活动 能够更给他们一些展演的舞台 我们也帮忙帮忙做一些行销 在5月18号的上午9点到12点 在国光中学办理我们的大型真才活动 那这场活动将有50家厂商超过1000个优质的职缺 也针对我们的高中职的学生 希望来提供他们职业探索 跟了解就业媒合现场的情况 那希望说能够鼓舞所有的即将毕业的年轻人 或者是高中职正在做职业探索的年轻人 以及所有想要寻求工作的劳工伙伴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 期判借由系列活动 不仅需要表扬在职场上默默努力付出的劳工朋友 也透过各类系列节目 让劳工朋友可以放松心情 参与劳工局精心安排的活动 一请欢庆五一劳动佳节 推广科普教育 苗栗县国中小科学展览竞赛 迈入第64届 总共是有79件作品来参赛 最终选出了六组的优秀作品 将代表苗栗来参加全国赛 那么其中探讨客家芥菜与盐巴 还有人生与紫外线关联的实验 不仅是有趣也展现了创造力 传统酸菜太咸如何吃得健康 公关国销有办法解码芥菜秘密 我们发现添加养乐多 用粗盐添加养乐多的话 到第12天芽菜上也会完全消失 没想到把芥菜研制过程 假如羊乐多能去除 亚孝酸盐 人生竟然和紫外线有关联 苗栗县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作品 很有实力 国小组34件 国中组45件 展现创造力 其中有15件获得第一名奖项 我们希望小孩子从国小国中就开始 对科学这个科目有一些兴趣 所以我们也跟清华大学合作 要用这个成立一个steam 就是一个团队 那个营队 我们结合了科学技术工程 还有艺术还有数学五大项目 颁奖典礼表扬获奖学子 推广科普教育 县政府连接清大教学资源 我们从小教育包括我们这个年纪 以前就说我们是伦理民主科学 科学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所以帮这个国中小学生 期盼科展 让他们有荣誉改 然后对这一方面产生兴趣 好好磨练 说不定长大变成一个发明家 一个科学家 优选十六件作品 代表苗栗县参加全国赛 期盼勇夺夹击 展现科学教育成果与实力 运用电脑程式指令 结合物理科学知识 让地理地球科学变得更简单有趣 石门国中学生余子言 首度参加2024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即台湾选拔赛 以智能地球仪 这项发明是拿下了台湾选拔赛铜牌 专注的操作智能地球仪调整数据 让地球仪能发量转动 这是石门国中余子言同学的创意发明 在今年首度参加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即台湾选拔赛拿下铜牌 他希望透过这项发明 让地理和地球科学的知识变得更简单有趣 我弄的是Arduino的UNO版 然后还有面包版 然后再加上一些LED灯条 然后再搭配电脑里面的语音系统 然后来进行语音控制这样子 在发明智能地球仪的过程中 余子言碰到许多挫折 像是灯条电池接触不良 程式指令错误等等 经过指导老师中少名的协助和调整 并鼓励他从失败中学习 可是你知道学生通常都是这样 有时候可能一时兴起 但是老师鼓励他之后 他能够慢慢修正他的错误 然后让他的问题一步一步克服 然后从试赛 然后慢慢进到全国赛 没想到他能够一步一步过关斩将 那我们在这边也很恭喜他 祝福他 智能地球仪的球梯采用3D列印PLA线材自制而成 外观则是采白胚设计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动手DIY彩绘 增加学习的好奇心 透过语音辨识进行声光互动 寓教娱乐从中学习科学的知识 桃圆新闻刘宇哲撩恒约采访报导 这哪个 爱我做国民法官 我没有法律一看着脆就想要睡 要怎么 不用烦恼啦 国民法官虽然是大家的经验和看法 只要你自己参与就是揪到国民法官 为了推广环保以及低碳永续的理念 新北市持续办理理环境认证计划 那么日前英哥区的各里长 到了土城区育生里来观摩取经 由里长杨中复分享了环境改造的经验 还有绿美化的成果 借此相互来学习激发创意 发展在地特色 英哥区里长们的校外教学 来到土城区育生里 透过实地走坊相互交流 也吸取不同的环境营造经验 仔细讲解植物特性 遇上梨状级志工用心维护 并设置解说牌 除了秘密花园外 更有一座自己自足的菜园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空地在那边 就透过工手我们来刃养 来把它做立美化 第一个避免被人家乱倒垃圾 第一个附近里面的视野也比较好 第三个的话种一些蔬菜 我们里面有办老人共餐 可以作为老人共餐的食材 面对相当环境 梨状一方面透过志工队巡查和清理 同时发为巧思制作 烟地罐和狗便袋 梨状说作为观摩梨 也是种学习机会 希望借此激发个理的在地特色 我们一生里很农幸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 获得环保级还有土城公所的推荐 来作为里环境认证的观摩梨 透过我们这观摩 来学习他们比较好的地方 带回来里面推广 当然最主要是一些经验的交流 因为毕竟新北市每个梨 它的基本条件都不一样 和大自然律意为零 零年获得五星级里环境认证的预生里 不仅提升区助环境品质 五星中也凝聚了林立坚的相信力 支持儿童保护高雄钢山医院 日前与北高雄家福中心来合作 举办儿童保护爱心义脉 不仅展现医院对儿童保护的决心 也希望了大家踊跃参与 用实际的行动来守护小小主人翁 医疗大厅的走廊摇身一变成为了爱心市集 原来这是为了响应儿童保护 高雄钢山医院跟北高雄家福中心 共同举办的爱心义脉活动 小小的额宝袋售价400多元 医院抛砖引玉一口气买了十组 现场获得许多病友及民众的热烈响应 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在一个完整 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底下 好好的去成长茁壮 那未来他走到社会上之后 他会是社会上很大的一个问题跟负担 那事实上我们也很感谢 有像我们家福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团体的组织 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在耕耘 而且在关怀着我们这样的一些弱势团体 包括儿童的一些福利跟虐待的问题 让这些人能够从他的一些阴暗的角落能够走出来 那得到一些实质上我们社会的回馈跟帮忙 感谢北高雄家福中心长期付出心力 投入儿童保护 因此钢山医院除了提供医疗照顾及通报协助之外 也愿意在金钱上尽一份责任 家福方面也制作了许多实用小物 期待积少成多 吸手各界的力量 共同守护 落实孩童 我们一家在新闻中看到我们孩子风惑态 今天我们很不甘 这个儿童保护 是我们家福基金会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一个单位的成长 也是要有一些经费的依注 所以今天办这样有意义的 我们的这个义卖活动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非常充足 来保护我们所有的小孩子 非常谢谢北高雄教育中心 除了平常的一些关怀以外 也会特定不定期的 与我们地方的一些机构 或者是地方的一些三星人士 来共同结合 共同投入心力 来关心我们社会上 所有这些需要关怀的小朋友们 活动现场也设置了一座 用爱包围留言墙 鼓励大家写下对儿童的鼓励 用简单的几句话 带给家父孩子更多的温暖 另外北高雄家父中心 4月28号也将在台冈科大 举办儿童保护宣导活动 现场安排了闯关及义卖摊位 期待大家用实际的行动 来守护每一个孩子 来看到这是从欣赏传统的 陀螺记忆到化身成为了玩具医生 拆解修复玩具 国立台北大学和台湾 玩具图书馆协会 主办的北大玩具节 迈入了第七届 那么今年结合了学校的课程 还有社区长者 一同来规划游戏的关卡 进了1500位的玩家 来共享盛举 小朋友化身玩具医生 一边拆解 一边了解零件构造 北大玩具节 今年迈入第七届 除了结合工艺团体 学校师生 连社区长辈 也成为游戏关注 过去玩具节都是 比较小朋友的 这个年轻的家庭 但是我们今年特别强调 亲吟的共融 所以也邀请了很多的长辈 来担任志工官主 然后让学生跟他们互动 同时也跟小朋友跟他互动 所以我觉得亲吟之间的互动 是今年玩具节的特色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小朋友 是连续参加七年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小朋友 是从小时候小学 到现在都已经升了国中高中了 所以这个是玩具节 变成是一个在地的社区生活 很重要的一环 藉由二手玩具设计 三十多个游戏摊位 大小朋友玩得不一乐乎 亲吟共融是今年玩具节的 主要元素之一 因此老师也带领同学 结合课堂所学来规划游戏观看 亲身实践演练 那我最大的感动是说 学生以往在那个课程的学习当中 那我们只是从书本跟知识上 理解跟了解说游戏这个介入 可以怎么样帮助儿童或老人这样 那透过我们这一次 就是在课堂上学习知识 然后实际的操作 我也发现说我们的大学生 他们真的也有那样的使命感 觉得好像在透过这样的设计 让每一届的小朋友来融入 来活动 那小朋友呢 很直接的反应 也让我们的大学生 可以在课程中 在实作中真的是观察到家庭的互动 跟小朋友的多样性 活动漫里至今从第一年的500人到今年 已有1500人参与 让二手玩具为大人小孩创造美好时光外 也建立了学校和社区间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新闻最后来看到多一点关怀 让在外游荡的儿童还有少年有温暖依靠 新竹县响应北台八线市幸福保卫站 提供四大超商饥饿关怀服务 孩子能吃免费餐点温饱 那么幸福呢 重新翻新的浩克食堂 也有超商来进驻 更方便民众洽工时候的饮食 一身粉红客家山 可爱皮皮师带来超萌舞蹈 接着轮到Open奖相见欢 帅气出场 展现满满元气 县府浩克食堂周年庆 巨星超商剪彩 我们县府地下室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经过重新整理之后 把地下室变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通风良好 光线非常良好 使得大家都很喜欢到这边来购买 我们的一些午餐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充分的来利用 所以我们会要翻新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洽工的还有县府的同仁 大家有空的时候 就到这边来逛一逛走一走 老旧的前栋地下室 重新翻新变得明亮通风 迎进餐饮 清食 浩克食堂 洗用周年 提供员工与洽工民众 舒适采满与用餐空间 现在超商进驻 推出好康优惠 不只有即将换咖啡 拿发票 用餐想折扣 县府也响应 北台八线市 幸福保卫站 四大超商提供 额少饥饿关怀服务 学童只要登记 就能享用免费餐点 县府买单 后面的一个社会辅助的这样子一个系统也包含了一件事情就是超商只要签签完名之后他会透过回馈的机制回馈到学校 学校的教室在主动关怀找到相关的社会的一些可能需要被社会救助或是社会辅助的这样子一个机制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圆满 由超商人员主动关怀游荡协同及时提供餐食温饱 建置24小时校园与县府通报系统 完善社会安全网 让额少不孤单 处处有温暖依靠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主播陈湘怡 Tnews联播网明晚8点我们再会